哈囉,大家好,我叫鄭可欣 這,呃,你們所看到的這個呢 是我自己親手,呃,所做的一個就是 就是那種用泥土,黏土來做的鼻桶 這就是那些小人楼耶 我呢,這些呢,這些罐子呢 我是用那些冰淇淋的冰棒,把它圍成一排 然後裡面這些呢,就是用一個小罐子 把它這樣子包著 外面這些蘋果,這些是,就是黏土做成 這些,這個一片東西,這個綠綠的呢 是,就是自己去買的 這些小人呢,也不用說了 那就是黏土所做成的 這些呢,也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布條做的 這些一粒粒,這些白白色的,很像雪 水,水這樣嗎 這是,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筆桶 我是參考了一些我朋友的建議 才會,就是,想試著這樣,自己這樣子做看看 然後呢,可以看看它這邊 也是,是的蘋果 嗯,它裡面呢,它裡面就是 你們就是知道那個 嗯,你們知道那個羽毛球裡面的那個 不是一個罐子嗎 它的蓋不是那樣的形狀的嗎 嗯,就把它拖出來 然後,粘,粘在這裡面 然後,tap下去,蓋下去 就,就行了,就能放筆桶了 嗯,我給你示範看看啊 這是一隻筆啊,放下去 就這樣子 嗯,然後就這樣放 一隻一隻的粉也可以 就,以後,不用擔心文具啊 看,要我哪裏放 對 而且,這個呢,也是蠻大的空間 嗯,其實這邊呢,小雪 小雪之下呢,我超欣賞 所以,我就是參考了一些 就是,YouTube的資料 嗯,就是別人的資料啊,那些 就做出來 其實呢,它底下如果弄到一些肮脏呢 其實沒關係的 只要你就是用一層子把它蓋著 就行了 好,那我要跟你們說再見了哦 好的,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了 再見,親愛的觀眾們 拜拜,sayonara 拜拜